中國人不一定會有一個腳踏斷 這就是糟糕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人現在已經到了美國華盛頓華府 當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正在參加國會三一章的會議 而昨天美國總統拜登與印度、日本 還有澳洲的領導人 共同舉辦了四方安全對話的會議 那這個開幕致詞之後 拜登要求記者離開會議室 他們開始準備閉門會議 但沒想到拜登忘記關掉了錄音麥克風 導致大概前面半分鐘的對話被錄進去 而後這個工作人員發現並掐斷了麥克風錄音 那現在全美瘋傳 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拜登究竟說了些什麼 北京的中國大洋 以美國論文將會提供的標準 中國為法會議 看完拜登說了當然啦 拜登最近傳出這個失智的風波 鬧出這個失智的傳言 看來是越來越來越更加實錘了 好不管如何啊 拜登講完這個話之後直接變成國際新聞 然後美日澳一奶也表示 這場會議不是針對中國 但事實上大家都心照不宣 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是雙方都不願意戳破 那我這次來參加這個會議是幹嘛的 也是不言而喻對吧 那越來越多國家發現中共的狼子野心 越來越多國家了解 或是正在努力往了解的路上前行 中共是如何扭曲2758號決議 而當然越來越多國家在幫助我們的時候 不曉得我們國家最大的在野黨在幹什麼啊 天天跟欺負過自己 佔領過自己土地的那個中共 同個鼻子出氣 穿同一條內褲 共同發表反台獨言論 結果中共是把你的獨台在2006年定義為台獨的一種 而你當初為什麼只剩下台灣 難道是因為你搞台獨嗎 並不是嘛 所以台獨一直來對於國共兩黨都是一個操弄的假議題 當然我說的這個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去說這件事情 而不是站在台派的立場上 OK 那當然我是非常台派的 只是我們在講這個立場的時候 要看適用哪一個理論 去說哪一個人 那當然啦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甚至連中共自己 都在年年的增加國防預算 而前幾個月大家應該還有印象 川普說 要台灣多交一點保護費 那言下之意就是要讓台灣 增加更多的國防以及軍事預算 那這不言而喻了嘛 因為你的敵人在增加 而周邊的盟友也在增加 而你又是他想要拿到的守衛地點 那你不增加你在幹什麼呢 那當然啦 我們的偉大的在野黨正在擋預算 而且擋的不只有國防跟軍事 連名聲那些也都在擋啦 甚至痛罵什麼呢 國軍廢除刺槍術 學習現代搏擊技巧 搏鬥技巧 有什麼P喔 是吧 你學這些你要跟無人機打嗎 你們這麼厲害 各個都是軍事專家 軍事強人麥克阿瑟 你們怎麼不去跟美軍打呢 女軍是大師耶 怎麼稱霸世界的不是你啊 是美國啦 連中共也都有在學這種近戰搏鬥 你們怎麼不嗆解放軍 學這個有個P用 這些我真的拜託你們一定要想盡辦法 想盡一切手段 讓中共全面佔領台灣 不能失敗喔 否則台灣只要抵禦成功 甚至台灣脫離了這個中共大一統的 所謂大中華的這個框架 你們啦 甚至在戰爭期間 會要付出代價 法國在贏得二戰勝利後 那些主動舔德 出賣法國 甘願當德國鷹犬的間諜 甚至出賣情報的 當代入黨的 還有無條件投降的人 很多下場是怎麼樣呢 沒有把你S已經算很不錯了 更多的是讓你遊行剃頭上街 讓全世界人看到 當他們在用生命抵禦德國的時候 抵抗納粹的時候 你們在吃香喝辣 你們在讓我們更加的難過 讓我的兄弟姐妹 讓我的孩子 讓我的父親死在戰場上 而你們又跟我們同樣 在戰後有一樣的福利 享受這個勝利的果實 是非常可笑的 別忘了你們這些舔空的人 你們遲早會步入這一天的 中共雖然這一年多以來 一直想要緩解與西方的外交關係 但是中共在外交上的做法 又是相互矛盾的 希望西方對中共 雖近放緩被制裁的力度 進而好好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 達到轉型 但是中共又放任 且毫無底線的 仇美仇日教育 對周邊的國家 不僅僅是只有台灣而已啊 文攻武嚇 而中共又想要與西方緩和交好 你說這個是什麼 亂七八糟的矛盾做法呢? 各況中國的經濟是爛到渣 有一半是外交問題 外部因素導致的 而另外一半是內部經濟糜爛 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疫情期間 讓中國的房地產資金鏈 銀行資金鏈斷供 進而讓外資看到了 中共可以因為一個疫情倒行逆施 所以呢 加速撤離 減少投資規模 當然還是有少部分繼續在追加啦 但總體來說是減的 而你又在外交上支持俄羅斯 那你怎麼說能夠解決中國的困境呢? 一切困境都是因你自己而起的對吧? 而事實上我認為習近平為了麻痹西方 讓西方以為中共想修復關係 而習近平他實際上在幹嘛? 他在拖時間? 他在拖時間完善他內部的內進性循環 他以為自己有辦法在靠著中國14億的人口完成很強大的內需 但是別忘了中國雖然有14億人口 但美國只有幾億人口 3、4億人口 而美國的內需是無比的強勁 即便現在全世界的經濟都有所不好 當然這個不好的程度有通縮的啊 有通膨的啊 但是他的內需怎麼來說還是比中共強個好多不好多倍的吼 所以中國想要用這段期間建立自己的貿易體系 同時也讓人民習慣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 而這也是中共自己承認的公部門也發了很多這種紅頭文件 那到時候全面脫鉤啊 才不會應付不來 才不會一下子從100跌到0 每年減個1%減個5%減個10% 從10%到0%人民很容易就接受了 但是從60%掉到10%人民接受不了 最令人詭異的是 中共又準備開放日本所謂的核廢水 很可怕的海水產品對吧 這完全我就是看沒有 真的是看沒有欸 我看沒有的不是中共 我看沒有的是小粉紅 小粉紅現在不敢拍片通案習近平了 當初是怎麼拍片嗆核廢水的啊 是怎麼嗆日本的 是怎麼嗆台灣人繼續吃核廢料的 是怎麼嗆那些所謂幫日本洗地的正常的中國人 結果現在習近平讓你吃 你卻一個屁都不敢噴 那一位那一村 那影片了之後帶大家來看一下 一位法國男子到中國轉機20多個小時 遇到的迫事讓他直言 我這輩子不會再踏入中國領土了 沒關係希望你可以來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的 OK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那中國人不再踏入一腳 一腳踏入一腳踏入 在中国人 我們想要出門的船 因為我們是有空的船 我們不會在船上 我們沒有坐在船上 我們在船上 我們要出門的船上 已經壞了 你行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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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驗出了 你行鑽上 你搶離開 我們時候離開 你行鑽上 你先行鑽上 你不是你選擇 你搶了 你搶不去旅行 我沒有看到 你行鑽上 你也不完全語言 你不完全語言 你不完全語言 但這是命鑽上 那是迷糞了 那個字都是給你走 我告訴你你拿你的手機 near你手機 進去 之後他跟軌了 他不想向他 他不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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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打 他不想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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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 我們上回到 我們要大廢 结果 這樣 他不想一層 首和 我們來決定 我們交集 我們去 不是英文,有一个人在哪里 你看 有一个人在哪里 有一个人在哪里 它是确实像砂糖 我和中国人 告诉我如果有好证据 我和中国人在哪里 我没有在哪里 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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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哪里 我在哪里 好看完这个影片 我相信这个人应该是不太了解 中国有些饭店 怎么样操作呢 他会给你收个两倍 三倍的房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就是这样子 在其他国家非常少见 那通常如果你是旅客 是个境外人士 包含台湾人 你不能住非常破旧的酒店 为什么 因为要有大外宣 要有面子 这个我相信 有点历练去那边玩过很多次的人 应该懂 去中国旅游的台湾网红 希望你们出来碰一下这个法国男子 不讲武德 怎么可能跟你们去看到的中国 完全不一样啊 那我看到下面还有小粉有嗆 我去欧盟也是要按指纹带 也是要怎样过海关要检查 陈草 我怎么去欧洲 好多国家我不用啊 所以我不是中国人是吗 我里面有点 比较不认同的是 他竟然抱怨 在中国 很多人不会讲英文 我去法国的时候 我有遇到一些少数的人 是不只讲英文的 当然我遇到的 真的是少数个案 但是依照他刚刚的这个言论 他遇到的也不是少数 他那一趟旅程 几乎遇到的都是不会讲英文的 从司机 从这个排队的人 然后从柜台接待 通通都不会讲英文 这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法国人也不要再抱怨了 因为境外人士通常要入住的饭店 不会太差 因为太差的你住不了 所以这个已经是中国的门面了 比较中间一点的level了 你能想像 比这个level更低的 普通中国人在住的 那是怎么样呢 真的不要再抱怨了 好吗 当然我看到下面有小粉红 嗆他说 啊你肯定是住不起更好的 我啦我自己是这样 如果到一个地方 真的要转积到20个小时 我真的需要找个地方洗澡或是住宿 我也不会去选 什么四星级五星级 选那个干嘛意义在哪里 而且讲这些话的小粉红 估计你们自己 每年住几次这样的饭店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先记得 一天要不要封锁 我是吧 下次见了拜